2020年基本上是北京要驗收 軍改的第一階段的期限 北京會藉由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軍演 來檢驗跨區作戰的成效 而這過程就會對於台海增加了很多的威嚇 請教一下郭委員 因為2020當然是台灣選後 不管是藍綠當家誰做主 對岸的軍改的驗收 既定的時針表 應該是沒有回頭路了 他們既定設定就這樣走下去了 所以他有一些其他的做法 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也有些已經是發生過了 包括了像是解放軍的飛機 飛過的中線 或者是利用灰色地帶 用海上的民兵包圍台灣的 這個海巡的艦艇等等的做法 都可能出現 你來評估2020年 不管是蔡政府如果繼續當家 想要緩和兩岸的狀況 或者是藍綠當家 基本上認同九二共識 都是沒有辦法去轉回到 解放軍本來設定的目標 我覺得解放軍他設定的對手 還是美國啦 那不管是航母 或者各種東風的系列 或者巨浪 或者說南海的部署 最終的對手還是美國 那至於說跟日本跟台灣的互動 還是取決於明年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互動是雙方各出什麼手 我舉例嘛 比如說你日本如果真的開始派軍艦進來南海 那這個對北京來講就是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你不是深鎖國 那你居然加入美國開始進入南海來部署 那這個當然就會有嚴重的反應 那比如說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我覺得他可能會先觀望 比如說如果是蔡英文連任 他會先觀望520的演說 可是明年因為碰到美國也在大選 那所以美國坦白說 所有的中榮候選人也沒有視作的空間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兩岸比較危險應該是2021啦 2021 因為2021是建黨百年嘛 就是我們講第一個百年 那從 而且明年還有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去想一想那個局面 就是說今年是區議會選舉輸了嘛 那如果明年又是蔡英文連任 然後接下來到立法會選舉 那個北京清北京的又輸 那那個所累積的那個內部對港台的戰略的一個新的反應 還有加上對蔡英文明年520的就職演說 那個總的反應 我覺得大概2021就會出現 所有累積起來都沒有任何可以示弱的空間 因為這叫做政治不正確 我們來看那接下來周邊會有發生一些什麼東西出現呢 包括了像現在整個美國的國會 基本上抗中是一個兩黨的共識 所以我們來看當中又出現很多跟台灣相關的法案的提議 或者是一些法案之前已經通過了 現在又有一個最新的是美國眾議院的國會 台灣連線的主席跟共和黨的眾議員 在接下來說台灣的再來協會AIT 任命的過程要比照一般美國駐外單位大使提名的程序 因為任命希望接下來要經過參議院的同意 這當中有沒有敏感度 當然有 因為沒有敏感度的話呢 對岸就不用回應那麼的激烈了 環球時報有一篇報導特別提到說 如果美方在台灣問題上不斷地切香腸 早晚切到自己的手 老大你來看這個提升AIT的未接任命的過程 有達到北京痛處嗎 首先第一個 美國就是說跟台灣關係 我們可以說從早期開始呢 它是一個實質性的協防台灣 當時我小學的時候看到美軍跟我們的軍隊一起演習的 那後來是形式性 很多美軍 但是那是打越戰的 再來是象徵性 那就是美軍眾議團就12個人嘛 那叫象徵性協防台灣嘛 那後來呢 他跟大陸建交跟台灣斷交了 斷交了以後什麼 就是暗示性協防台灣 就是暗示 所以他那個九宮就有一點暗示他要協防台灣 那台灣呢往往渴望呢 就是能多點暗示嘛 所以他現在什麼旅遊法什麼 好像是把台灣地位提高了嘛 你提高你建交嘛 你建立什麼 你幹什麼美台同盟嘛 你敢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就是暗示性的 暗示性就是好像說 我給你變成是像這個大使一樣 就好像說把你看成國家了嘛 我把你看成一個國家 那你就跟台灣建交嘛 你怎麼看成一個國家 所以他是讓台灣感覺到 那個象徵性的感覺美國把我們看成國家 然後讓這些台族的覺得滿爽的 不過這個爽是隔靴搔癢 如果是隔靴搔癢的爽 那會不會打痛中共呢 那當然就是隔個枕頭打 不會痛的嘛 對不對 但是他不能沒有感覺嘛 對不對 他不能感覺他一定要 他環球叫嘛 不是人民日報叫嘛 對不對 叫別人叫一叫嘛 觀察媒體還是要不同的媒體 對 觀察媒體還是要不同的媒體 要好好務實一點 郭委員你看這個除了象徵意義之外 如果真的是比照一般美國駐外大使的規格 來任命的話 有實質的好處嗎 對台灣 看不出來啦 不過象徵意義確實很濃啦 看不出來 那AIT大使的任命要經過參議院同意嘛 那當然國會也可以介入 這個有實質的就是國會可以介入 那國會就可以介入 可能要求AIT要做什麼 就有施展的空間 那這個部分我們不知道會帶出什麼後果 那他會不會有連動性 連動性就是說 我如果AIT的處長要經過參議院同意 那雖然他不等於外交承認 也不等於建交啦 可是實質越來越像 那是不是相對台灣在美國的領事館 也要提升位階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在邏輯上 邏輯上應該好像是 另外一面就是這個部分嘛 所以我覺得 而且他是國會推動 又不是國務院推動 所以國務院也有一定的空間 他說這個是國會通過的立法啊 我必須遵守啊 這個對外交人員來講 當然是有意義的啦 因為我們駐外的大使 有大使閒的 就有分特命全權大使 或特任大使 另外一種是檢任大使 也就是說他並不是特任官 關節不一樣 關節不一樣 就是政治任命跟一般任命 那麼在美國來講的話 通常派到台灣來的AIT的處長 有很多是已經具有正式大使閒的 這個非常注意 像我們就很嚴格的來講 雖然我們都稱我們自己代表叫大使 但是這個我們做過外交部長 大家非常優秀也很尊敬的錢富先生 他從來沒有拿過正式的大使閒 因為他都是他唯一的就是外放美國 但是那是無邦交國 所以在外交人員裡面 你是不是有大使閒 牽涉到你名片上面 能不能印ambassador 這個是有區分的 履歷也不一樣 對你有大使閒就是有大使閒 所以經過參院任命以後 如果是原來沒有大使閒 派到台北AIT的處長 就有了 就有大使閒了 而且第二個就是在參院聽證會的時候 國會議員可以問他說 如果你去你要不要做這個 你要不要做這個 你要不要做這個 所以這就是剛剛郭委員講的就是說 他國會的手可以伸進來 是 但重點是回歸來了 真的可以 來到台灣就成為大使嗎 辦不到 因為那就承認台灣是個國家了 沒有他可能明片沒印啊 就是因為我灰色的空間啊 我們上一集不能還聊其他的